从3299的100%非矿 到2679的全新 同样的卡再到1900的二手 现在买响卡 很多卖家都不说自己卖的是矿卡 即便是二手的 他也不说 说是拆机卡 非矿 这个视频教大家一个方法 怎么区别 那就是从价格上区别 这块响卡是蓝宝石的6600XT 我在今年1,2月份买PS5的时候 我就关注他了 1,2月份的价格是4000多块钱 我是在某东看到的价格 现在是2022年的8月份 过了半年 它的价格是2679 那这个卡呢 很多人都不敢买 因为怀疑他挖过矿 即便是在这个平台 那所以AMD又出了一个 叫6650XT 也是超白金版 还是蓝宝石的 还是在这个平台 它的价格呢是3299 买6650XT是100%没有矿的 因为这个卡是在矿弹之后出的 但是它的性能和6600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频率稍微高那么一丢丢 AMD出这块6650XT的目的 就是为了区别矿卡和非矿 性能几乎是一致的 差了600块钱 那这600块钱就是 你怀疑6600是矿卡 和100%没有矿 这个怀疑一怀疑就差了600块钱 那我们再看一下二手 二手6600XT超白金版 这块卡 它的价格是1900 那这个从2679到1900 又差了800块钱 2679虽然它是全新 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全新 那1900呢 它也没说自己是矿卡 只是说是二手 那从怀疑矿卡的二手 到100%非矿卡 同样性能的卡 价格差了1400 我为什么选这块卡呢 因为这块卡是目前 1080P通吃的响卡 其实2060 已经是1080P通吃了 但是有一些游戏还是差一些 这块6600XT显卡 它和NVIDIA的3060差不多 要高一点 也算是甜品卡 我又在海鲜市场看到了 2060S 还有2070 都是8G的微星魔龙 它的价格是1700块钱 虽然是二手 它也说是拆机卡非矿 姑且按照矿卡算吧 所以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信任值多少钱 给最近要买显卡的同学 一个参考吧 从价格上的参考 就算了 就算了